在花蓮兩台自行車道南濱段上 有違規七七車行駛 本分局也派員立即取締 未來將不定時編排警力 巡邏防止違規行為 本分局也在這邊呼籲 花蓮市太平洋公園自行車道上 出入口處都有設置禁止七七車進入等警告標誌 對於違規則 將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0條 第二項相關規定 儲新台幣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的罰緩 這邊也請民眾遵守相關規定 避免影響到慢跑散步 或者騎乘自行車的民眾的人身安全 下旬到縣政府的相關單位 那目前如果這個路檔的部分 我們會請相關單位 再折騎來做一個會刊